整齡的轉型正式會重啟到勞動的市場 勞動部有過說 2025年 強強要造成9萬人失業 對處這個環境部長 佩克林 是強調說這個環境部會看部會合作 在協助受到重啟的勞工 來做這個影響 還有這個律令的受關工作 來協助他們來進行這種律令人 因為律令的工作 他相對的待遇也可能比較高 也比較有未來性 佩克林共調說這個協助專程的工作 是各國由每一年開始推動 在環境部有各國說這個律令 還有律令工作進行列 需求會增加2萬多人 比羅東部這個研究報告裡面 涉及的人口1萬多 還更多 未來也用這個統合的收集 來協助受到影響的這個勞工來集結